台肥如何让在一个多角化经营当中 结构上来跟大家谈一下 OK好 基本上台肥就是靠多角化 我们现在的获利结构写多元混件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多角化的赚钱 现在台肥最主要的获利 我刚刚有讲过就是 回料一点点而已几乎没赚 那化工有赚 那在这个猪败有回料厂 还有不动弹的租金这样 这是我们获利很多元结构 现在台肥只卖地主卖小地 没有卖大块的地 没有大块就整体规划 这样子 那基本上官到 你有兴趣的这个土地政策 台肥基本上我的土地政策就是这样 就是从管理经济学概念 你持有这一块土地 你的益期编辑收益大于益期编辑成本 那你继续持有 如果你益期编辑收益小于益期编辑成本 你就可以出脱 那什么叫做益期的编辑收益跟编辑成本 益期编辑收益就未来上涨的速度 未来的租金的收入 益期编辑成本就是你管理这些 然后地价税 房屋税这些费用 那这基本的从管理经济学的小度 你这个土地还没去 但每年旁征的这个地价税 房屋税 然后一大堆人去管这些 明明都没有未来发展价值的 那这个我们就是说 用弃虎存青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台肥 基本上就是一个弃虎存青 就是所谓虎就是说 益期编辑收益明明小于益期编辑成本 那就弃虎 存青就是它未来的 编辑收益大于编辑成本 那我们就要保留 那当然这个益期编辑收益 编辑成本也要 完全就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包括我们新竹的 竹科的X计划 这一块替化 所以原来新竹台回厂 对原来的新竹台回厂 我们现在有一个TFC1大楼 已经作为高科技厂商的进驻